大家好 实不相瞒 老李一边这个剪视频的时候 一边在流口水 这个味道还在口中和心中萦绕 这个麻辣牛筋啊 就是用牛的筋 不是蹄筋啊 就是肉筋 来这个拌制的 口感呀非常弹滑 下酒下饭都是一道好菜 所以金头八脑的东西 大家都喜欢吧 你看这个多弹啊 配上这个辣椒油和麻油 入口啊滑坛 我们先把这个牛筋啊准备好 正好上次炖牛肉的时候 我买了些牛筋 在日本超市里 有这种半成品的牛筋 那下面呢 其实它跟炖牛肉的这个步骤是一样的 加上葱姜 花椒 这个八角 橙皮 料酒 一点点醋 也是一开始用这个清水啊 把血沫先撇出去啊 其实可以大家跳过这部分 如果看过之前炖牛肉 你 差不多时候把牛筋跟牛肉一起炖 因为牛筋啊 半成品熟的快 炖到什么程度呢 炖到这个筷子轻易能扎穿就行了 大火之后放小火 大概一个小时 和牛肉一起 好 现在这个把牛筋捞出来啊 因为已经放了一些调料和盐了 所以我们呢 就准备配料 配料啊 就是洋葱 切成丝 洋葱丝就行 这样从洁面切完 用手呢 一掰就成丝了 然后呢 胡萝卜 一个是营养 一个就是口感 还有一个就是颜色 搭配的好看 胡萝卜呢 也是切成这个薄片 然后再把它切成丝 如果有这种青椒丝啊 也可以搭配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颜色 喜欢的颜色自然搭配 那我选择的是这个葱叶 葱劲有这个绿色啊 一会拌起来之后好看 有香菜的话呢 也可以拌点香菜 日本香菜非常难买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料 撒在这个 牛筋上面 然后呢 放一点酱油 因为之前炖它的时候呢 已经加了盐了 就不要太咸 然后香醋 用镇姜香醋是最好的 辣椒油 辣椒油可以多放点 如果口味上香啊 花椒油 其实最好是藤椒油啊 现在手里没有藤椒油 花椒油 先给这个麻 麻和辣 就是靠辣椒油和花椒油 然后均匀的拌好 洋葱和胡萝卜 非常脆 口感还趋腻 味道比较开胃 趋腻 葱丝呢 绿色葱丝也是有同样作用 而且颜色特别增进食欲 儿子 吃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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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